对于已经到来的2022来说 苏妈可谓是赢麻了 但老黄却是赔惨了 而根据有维迪亚日前公布的年度财报来看 其的矿卡业务遭遇了时尚重创 第四季度营收仅为2400万美元 而隔壁的AMD却凭借收购赛林斯 让公司的总市值正式超越了英特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请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 其实早在去年 我们就已经知道 由于挖矿行业的盛行 以及以太坊货币的疯涨 所以不少企业都是加入了其中 而这也让老黄意识到 游戏显卡哪有矿卡赚钱啊 所以OIDA便是直接推出了 CMP170HX 90HX 50HX 40HX 和30HX 等五款专业矿卡 而他们的统一特点 就是没有任何视频输出 然而在推出之后 根据数据显示 这五款矿卡的功耗 以及挖矿效率等 完全不能与游戏显卡 RTX3080 RTX3070等媲美 同时其的售价还起高 也并不能让矿老板回血 所以受此影响 OIDA的矿卡业务 便遭受到了重创 而根据OIDA的年度财报显示 2021年的Q1季度 CMP矿卡卖出了1.55亿美元 而Q2季度则卖出2.6亿美元 但是最新的Q4季度 却只卖出2400万美元 全年总计也仅有5.5亿美元的营收 作为对比 OIDA的游戏显卡 全年创下了124.6亿美元的记录 所以矿卡业务是远远低于了OIDA的预期 而预留下的产能 则会填补显卡市场的空缺 这也就意味着 随着供货的逐渐恢复 显卡降价必定势不可挡 而等等挡温 请继续等等吧 至于隔壁的AMD 在2022年2月14日 已近500亿美元的股票 正式收购三菱斯后 其的总市值便来到了1977.5亿美元 正式超越了英特尔的1972.5亿美元 AMD Yes 当然 目前OIDA的市值约为6620亿美元 也的确是大哥大半的存在 但要知道 早在基于刃架构的锐龙处理器温室以前 AMD还徘徊在破产的边缘 而在经历过几年的发展之后 直接是实现了对英特尔的超越 啥都不用说了 苏妈永远的神 而我们就敬请期待着 AMD再一次给我们惊喜的到来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极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